说你来 我来接个电话 小S 你又惹祸了 其他的咱就不管 咱就把自己做好 近日 张兰在直播时接到小S的电话 温柔地调侃道 你又惹祸了 接完电话后 张兰直言不该管的不要管 只要把自己做好 对于网友一直提问关于小S的事情 她也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强调自己不管别人的事 似乎在刻意划清界限 在过往的节目中 小S与张兰的关系其实很好 这件事张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或许也是怕引火上身吧 事情已经过去多天 小S好友出面解释 汪小飞也发文力挺他 称他只是打了疫苗后反应激烈 但很快就删除了 他的粉丝还总结了过去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例证他的清白 但似乎并没有任何作用 看来只能小S亲自道歉 才能平息这场风波了 你怎么看呢 咱们个人的这些八卦呀 少管他们这些 这脑子就这么多地儿 没地方装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好 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